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英国买房的买房的流程 比如说如果你是用现金买入的话 当然没问题 你知道自己的budget会去到哪里 如果你打算贷款利用一下杠杆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跟我们先联络 因为我们可以介绍一些Mortgage Advisor 是英国注册的 他们会很清楚英国的政策 去帮你订阅你最高预算可以去到哪里 借到多少 买楼花还是现房也是取决于你的资金 如果你要买现房 无论一手还是二手 你大概两至三个月 你的资金就要完全到位 但是楼花的话 你多数是今年给一成 下年给一成 到你收楼的时候给八成 里面可能有七成 七成半是用来贷款等等 所以这么多费 如果你不肯定你能不能贷款 或者你贷款能够贷款多少 我们非常建议你先跟我们的团队联络 做一个长进的资讯 接着就会去到找楼 例如我们在伦敦 我们Zone One和Zone Six都有措施的 你是用来出租 还是你想自住 校区 上班等等 其实你自己的 购房目的 会影响到哪一个地方 会对你来说最好的 比如说你想买一栋楼 顺利出租 和希望升值 当然你会找一些潜力发展区 如果你说以后我小朋友会来读书 当然有一些校区 读书是中学、小学、大学、石士 都会有小小不同的 我们是专注做伦敦的 所以无论你是找哪一区的楼 我们都会帮你 选中厘为楼 或者有少少斜角的大廈 大廈的外形会更漂亮 这样也可以在两者里面的平衡 选择好户型之后 当然就要出价 港价 我们会代表你去跟开发商港价 他们给到我的价钱都会好一点 而且我们会跟你合作 我们知道开发商我们如何接触他 他会愿意给到好一点的价钱 这件事我们要私底下慢慢谈 接着就到委托律师了 你的律师必须是英国注册律师 如果你买新楼 必须找一些有新楼经验的律师 如果你买二手楼 一定要找一个做开二手楼的律师 因为他们的专业是完全不同的 收楼前两个星期 我们会代表你 厌楼、度赤、入傢俱 收楼那天我们会帮你拿锁匙 入完傢俱之后 我们会正式登广告出租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可以帮你了解在英国买楼更多 再说最后一句 就算你是英国护照 你没有英国护照 你有没有签证 甚至你从来都没有来过英国 其实你都可以在英国投资 也是完全可以受到英国的法律保障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如果你有其他比较个人的问题 欢迎微信或whatsapp我们 我们再说吧 拜拜 拜拜